全文故事前世 最好的大学 他们说没钱跟我 却在弟弟高考落榜后 眼都不眨地拿出数十万 只为送他出国度金 再征业 回到六岁这年 看着面前夸赞弟弟 拉屎又臭又大的父母 我心中连连冷笑 一 我发现自己重生在六岁这年 屋内的养母 还在喋喋不休说着 哎哟 我们依依能拉这么大一坨 将来肯定是个有出息的好孩子 话锋一转 他阴阳怪气 千万不要学你捡那个赔钱货 天天一股脑的就知道看书 我们男娃娃 就是要活蹦乱跳才好咧 养父也道 那肯定 依依在长大点 肯定是机灵的娃 你怎么拿他和宝贝儿子比 是是是 我说错了 他长大是要打工给意义挣钱买房的小仆人 哪里能跟意义比 三岁的陈毅 咿呀呀的笑着 他们一家其乐融融 唯有站在门口的我像的局外人 手上还拿着养父母要我买的盐 六岁的我此时应当会失望 不解 好奇这有什么好夸赞的 为什么我考年级第一他们会说 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这次只是运气好 你弟弟的衣服洗了没有 就写作业 没洗赶紧洗 这还用我说 但我已经是活过二十五岁的人了 从小到大 他们毫不掩饰地叫我小仆人 小保姆 每天都让我吃前一天的剩菜剩饭 给我灌输 只要我活着 就是要努力赚钱 给弟弟买车买房 当牛做马的思想 只要我一有反抗 他们就会骂骂咧咧地说 白养你了 养你到这么大 就是要你来忤逆我们的事吗 你是不是要气死我 让你洗个衣服 都磨磨叽叽的 饭也不会做 以后哪个婆家敢要你 死后第三年 我的亲生父母终于找到我 却发现 我早已经车祸去世 林立国得知了亲生父母的背景 连夜将弟弟带独立卫生间的房间清出来 把我生前在楼梯拐角处 那小小房间里的所有东西放进去 即便是这样 房内还是有许多空隙 父母问起 他们就说我脾气骄纵 不喜欢的东西全被我丢到垃圾桶 找不到了 来到家中参观的亲生父母悲痛欲绝 但为感谢抚养我长大的养父母 还是赠予他们一千万的财产 让他们一家和和美美地过上好日子 而我的亲生母亲 因为失去我心情郁节 从而患上抑郁症 父亲不得已从孤儿院领养了个 与我有七分相像的女儿 可到最后 父母还是死不瞑目 因为那个收养的 与我有七分相像的白眼狼 二儿养父陈立国 发现我站在门口的身影 训斥道 沉默 你在门口站着干什么 也买回来了 就赶紧去洗衣服 我回过神 默默关上门 将盐放进厨房 客厅味道不堪入鼻 即便活了二十五岁 我还是无法理解 为什么他们那么热衷于 让三岁的弟弟在客厅拉屎 他们是大便鉴赏师吗 我秉息走到阳台洗衣 沉默 沉默 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要我一直沉默 要我没有任何语举的想法 要我长大后 赚钱给弟弟买车买房 可他们绝对想不到 被寄予厚望的孩子 到了国外私生活混乱 还染上了性病吧 我将脏乱衣物洗净挂好 进了自己的房间 楼梯拐角内的小屋子 只能容纳下一张小床的小房间 躺在床上 回到六岁这年一世 才终于有了些实感 我在心中回忆 我的亲生父母 寄贱力与林立两人 三天后会在家附近的商场 举行剪彩仪式 养父母那天也去凑了热闹 前世的我怕生 直躲在远处不敢上前 还被养母吃了声 丢人现眼的东西 在心中暗暗下了计划 我盖上被子 进入梦乡 三剪彩仪式很快到来 同样被养母赤声目骂后 我没像前世一般躲在暗处 而是走到另一个方向 挤到人群第一排 人人都想一睹首付尊容 人群推嗓着 我意外摔倒 穿着无袖连衣裙 又恰好向剪彩那个方向 露出左手臂的红色星形胎记 人群有一瞬的慌乱 有几道声音在上 这是谁家的漂亮女娃娃 快扶起来 哎呦哎呦 不要急 人都摔了 真糟心 往后退啊 有人摔了 还往前挤爪子 往后退 我看见养父母 骂骂咧咧走来的身影 心中有一瞬的慌乱 这是唯一一次机会 今天过后 我的亲生父母 就会因为轻信一个假道士的话 前往北方寻我 可我也不能直接冲上前去 叫爸爸妈妈 这样只会被保安毫不留情地 当作神经病拖走 我在心中 暗暗祈祷 养父母离得越来越近 就在这时 一个有力而温暖的手扶住了我 小朋友 你没事吧 身后温柔的男生传来 我连忙起身 转身望向半蹲下的儒雅男人回道 谢谢叔叔 我没事 远处面色 有些憔悴的妇人 也连忙走近 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肩膀 急迫问道 小朋友 你今年多大了 你的爸爸妈妈呢 你有爸爸妈妈吗 我疑惑地点点头 往人群前的一家三口指了指 阿姨 那边就是爸爸妈妈 我今年六岁了 两人目光随之望去 只一眼 他们眼中就闪烁起希望光芒 我知道 他们心下已经有了猜疑 爷在江城 也是六岁 左臂也有红色 心形胎记 世上没有那么巧的事 更何况 陈毅与养父母十分相像 同样的圆脸 有些有黑的皮肤 但我与养父母的相貌 却毫无共同点 前世 也有许多人 说我和养父母并不相像 我只当基因变异并未多想 所以知道死后 灵魂莫名留下来后才知道 自己不是这家人的孩子 那时候 我想什么来着 啊 原来我不是他们的孩子 原来我不是弟弟的小保姆 原来我不是这家的赔钱货 可我的亲生父母呢 陈立国和养母 将我从孤儿院门口捡回来 那我到底是谁的孩子 我是亲生父母家的赔钱货吗 他们有别的孩子吗 为什么不要我了呢 林立伸手紧紧牵住我 仿佛要努力抓住 失而复得的质保 纪建利先生 则是走到养父母面前 看了眼手表问 二位方便跟我到鉴定研究所一趟吗 我怀疑这小姑娘 是我和我夫人五年前走失的孩子 养父母对视一眼 点头同意 看着二人对视的眼神 我不留痕迹地微微挑眉 就这一眼 我就知道他们没放什么好屁 前世 我考上国内最好的大学 拿着录取通知书 兴致冲冲地回到家时 他们就这么对视过 对视过后 养母张上军开口 家里没钱了 你出去打工吧 你自己出去赚两年的钱 然后复读再上这个学 也是一个样 其实他们根本不想我上学 他们巴不得我 打工补贴家里一辈子 他们巴不得我上学时 给弟弟补课 工作时给弟弟打钱 一辈子这样养弟弟 甚至策划 把我卖给五十岁老汉时 我在家门口 都能听到张上军刺耳的声音 那死丫头这么多年 没帮上个有钱人 还好妈给找了个介绍人 把她卖到荒山去 意义在国外钱都不够花了 她这样就算报答养恩了 陈立国一锤定音 就这么办 你把那她叫来 给她下点药 带山里边去 在门外听到这话的我 惊慌失措 急忙逃跑 在斑马线上 被一辆失控的大货车撞到 当场身亡 可惜前世十八岁的我 听了他们的话去打工 前世转了 大学却一直没能再上 四三天后 养父母正在走廊尽头 哄着突然哭闹不止的弟弟 母亲紧紧拢着我 父亲焦急度不等待 没等多久 加急的亲子鉴定 被工作人员送出 父亲一把接过 双手颤抖 翻到最后一页的鉴定意见上 面露喜色 母亲眼中满是担忧 连忙起身问道 老季 结果怎么样 他就是我的 为安对不对 季建利先生清了清嗓子 一字一句正中道 根据现有资料 和DNA分析结果 支持林默 是寄建利的生物学父亲 文言 母亲俯身紧紧抱着我 低声抽气 喃喃自语 我的月安啊 妈妈的育安 父亲也微微俯身 拥住我们二人 轻声安慰道 好了 莉莉 孩子回来了 以后什么都好了 你好好养身体 育安 我一阵恍惚 才伸出双手 回报母亲 我不叫沉默 不是默默无闻的默 不是沉默的默 我是爸爸妈妈 盼望一生平安顺遂的育安 是爸爸妈妈 恩爱无比的育安 也是能够好好上大学 不用早早步入社会的 季家小公主 季育安 我听到父亲郑重其事的话 养父母也抱着陈毅走近 陈立国笑容略显谄媚地说 季老板 没想到默默是你家的千金啊 当初我和我媳妇 在孤儿院满口捡到她的时候 那小脸可是动得通红啊 父亲最先收拾好情绪 平静道 救治之恩 季某默齿难忘 明天我会让秘书给您转账两千万 再赠您一套公寓 算是这五年来养育玉安的报酬吧 两人贪了大便宜的贪婪 怎么都藏不住 这多不好意思 默默 不 玉安在家里也没耗费多少钱的 就是喜欢吃些好的鱼 要买些漂亮衣服 我在心中冷笑 当然没花多少钱 每天吃剩菜剩饭 衣服都是捡邻居姐姐不要的穿 养我五年的开销怕是还没陈毅一个月的多呢 当初我跟在两人身后 手上提着大包小包的购物袋 只是想吃跟一块钱的雪糕 张上涓尖锐的骂声就席卷整个商场 你吃个屁 你怎么不去卖 你去卖赚钱自己买啊 我和你爸赚钱容易吗 见蹄子 别让我烦心 陈毅想要888的塑料玩具 说买就买 我要吃一根一块钱的雪糕 被骂得狗血淋头 自那天起我就知道了 我和弟弟差距 重生至今 我唯一亘古不变的想法 就是 幸好 幸好我不是他们家的孩子 幸好 我的亲生父母 不是这么糟糕的人 幸好 我还有机会 拥有一个完美的童年 六鉴定报告已出 父母提出先带我回家住 二人忙不迭连连点头 回到家 从父母口中 我得知了事情始末 原来五年前 济世的竞争对手 因商场不敌 从而买通保姆 将我掳走 竞争对手交代 将我迈到大山 保姆不忍 几经辗转 把我留在了一家破旧的孤儿院门口 联系了在孤儿院工作的朋友 让他帮忙照顾 可在父亲 查清始作俑者时 这保姆已经出了车祸 当场身亡 找到孤儿院 监控常年损坏 他们在没落我的踪迹 那旁的陈家父母 带着陈毅住上了 市中心的公寓 也毫不掩饰 得到了两千万的事 每天洋洋得意 自己捡了的金娃娃 陈家奶奶很快找上门来 要陈立国拿钱 给二弟买房娶媳妇 得知消息的 我毫不意外 陈家奶奶就是这样的人 前世 我被他们打算卖给山村老汉 也是他的主意 陈立国的二弟我也知道 半生不遂的残疾 脾气也奇差无比 动不动就打砸东西 偏偏陈家奶奶 对他溺爱无比 我跟着陈立国夫妇 去他家拜年 他就用色眯眯的眼神 看着我说 侄女的半个屁股 是叔叔的 陈默 你来来跟叔叔交流交流 不过 我没准备对付陈家奶奶 前世在我死后 不久他就患癌 浑身插满管子 在ICU 最疼爱的二儿子 一听高额的治疗费用 立马放弃治疗 也算报应 七 我的户口签回记家 父亲亲手操持 大办了场回归仪式 现场宾客蜂拥而至 母亲状态好了许多 雍容华贵地 牵着一身精致公主裙的我出场 父亲则在一旁 映成他人的话 恭喜纪总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孩子 多谢 上次南城的项目 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 老杰 你女儿和令金真相 很漂亮啊 是啊 我女儿很像妈妈 就是不像我 父亲有些遗憾道 宴会过半时 念古突发 大门户地被拉开 衣着如同乞丐的女孩 跑进会场 跑过的地方全是臭味 她一把扑上来 紧紧抱住父亲 崩溃大叫 爸爸 你怎么能有别的孩子 你怎么可以 宾客议论纷纷 母亲也有些惊讶 却还是压下心中疑惑问道 小姑娘 你说 她是你爸爸 那女孩转过身来 露出那张 与我有七分相像的面貌 又对着母亲伸出手大叫 妈妈 终于找到你了 妈妈 抱我呀 妈妈 我也看清这女孩的面庞 心中大惊 她是周诺 前世父亲去收养的小女孩 我死后 她被收养十才十岁 现在应当还没出生才对 更何况 前世她被父母收养后 表面乖乖女 背地里可是天天泡把逃客 成年后 更是爱上 曾经收买照顾我的保姆的竞争对手 那家公司的老总 已经近四十岁 她为那人偷窃家中文件 暗地转移家中财产 变卖母亲的首饰 折现给那人补充资金链 导致家中破产 父亲母亲死不明目 还没想清楚缘由 看见我的周诺 就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 妈妈 她是谁 你怎么能有别的女儿 我才是你的孩子 我才是季家的千金啊 她用力将我推倒在地 上来就要拉我的头发 你怎么能跟我抢爸爸妈妈 你去死 去死啊 母亲急忙出手制止 温柔扶起我 我皱眉舞鼻 这味道 也太臭了 更何况 我才是爸爸妈妈的亲生女儿 她不仅让我去死 不懂感恩 前世还转移家中财产 让父母死不明目 做这种白眼狼的事 还敢找上门来认爸爸妈妈 早已在发怒边缘的父亲 深吸口气 蹲下身来问道 小朋友 你是找不到家人了吗 你的爸爸妈妈 叫什么名字 还记得他们电话吗 我帮你联系他们好不好 周诺急了 又用力紧紧抱住妈妈 歇斯底里大叫 我就是你们的孩子 爸爸妈妈 诺诺错了 不该倾信那个人的话 这次我们一家人 好好在一起生活好不好 旋即又画风一转 死死盯着我 眸中的肚恨 仿佛要化作一把尖刀 直戳我的心脏 属于小女孩刺耳的声音 再度袭来 妈妈 让她滚啊 我才是你们的宝宝 我是诺诺啊 你最爱的诺诺 保安终于来到会场 向众人致歉后 架住周诺双臂 拖着她往外走 被拖走时 周诺两腿 还在往我的方向踢 你凭什么 爸爸妈妈是我的 爸爸妈妈 放开我 我说放开我 我是季家大小姐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臭保安 宴会草草结束 爸爸妈妈的情绪都不太好 家庭医生来看过我的手臂 被周诺推倒行程了 密密麻麻的红色擦伤 看上去有些可怖 看着手臂的擦伤 我叹了口气 心中对于周诺的出现 也隐隐有了猜测 既然我能重生 没道理她不能出现 前世父亲领养她 我心中虽说酸楚 但还是可以接受的 二老晚年 总不能无依无靠 谁想到 养了这么个白眼狼 唯一让我慰藉的大概是 她转移资产后 竞争对手便将她舍弃 她自小养尊处优 服务业干不来 只能沦落封尘皆可 染上病早早死了 沙发上 爸爸先开口 向我致歉 啊 这次是爸爸没能照顾好你 宴会下周再办一个 爸爸绝对会给你一个最好的欢迎仪式 没事的 爸爸 只要有你和妈妈在 不论怎么样 我都觉得幸福 就是那个姐姐 她 她还会来吗 我有点害怕 我担忧到 妈妈一锤定音 老季 我们家在这边树敌颇多 那孩子 也许就是商业对手找来的 恰好北城项目正在开展 我们带安安回北城吧 今天那小孩子要是再来 真是太吓人了 八时间一顺而始 我终于如愿入学 国内顶尖A大 前世的心结至今终于解开 收到录取通知书当天 我也收到了陈家当今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周诺那天被丢出会所后 找上陈立国不知说了什么 被陈家领养 这些年 他过得似乎还不错 15岁时 我就刻意引导一名赌徒 接近陈立国 寻寻善诱 三年过去 终于传来好消息 陈立国在赌桌一夜 输了家中所有财产 还被人压着 签了抵押合同 陈毅即将回国 陈毅吃了家中12年前 赚到这笔巨额资产的福利 如今出国不过三个月 就要回来了 当真讽刺 前世的陈毅 在国外 可是没少给我发显摆的照片 他在酒吧身旁辣妹围绕 发信息和我说 姐 看 我身边这俩妞 比你天天打工灰头土脸的样子 漂亮多了吧 他拿着我拼命赚来的工资 入住五星级酒店 发信息和我说 姐 你住过这么好的酒店吗 江景房 大鱼缸 我差点忘了 你手机根本没这个钱 哈哈哈哈 他的生活多姿多彩 只有成绩 一如既往的烂 比他三岁时拉得屎还臭 这一事 因为这一大笔感谢费 陈家父母对他更是溺爱无比 想要什么买什么 还没成年 他在国外已经染上毒毒 也胖了许多 身高不到一米七 体重已经飙到两百 我看过四家侦探发来的照片 脸上长满痘痘 整个人的模样 面目可憎 九手机收到来电 我接起 季小姐 陈立国自己在赌场剁了个手指头 还要继续吗 电话那头 小心异异问 我垂眸沉饮片刻 就这样吧 报处我会打给你 你出国躲一段时间 好的好的 谢谢大小姐 我悠悠叹了口气 难难 还剩下周诺了呀 她这些年 还真是毫不放弃 十二年过去 依旧不停地 在打探家中住址 想找到爸爸妈妈 想再被爸爸妈妈领养一次 三年前 周诺甚至来到分公司闹过一场 那段视频里 曾经与我有几分相似的小女孩 在没了前世的大小姐模样 没了保养 她的头发毛躁 皮肤也没那么白了 手上也有了层保险 周诺不顾形象地 在前台撒泼打滚 甚至引来记者 我爸爸是陈建立 妈妈是林立 你们快叫他们来接我啊 事情在网上发酵 网友议论纷纷 陈立国也花了数十万 给爆料的视频号买热点 可惜不过一个小时 纪事集团官博就发文回应 纪事集团V 很抱歉占用公共资源 图一视频中的女性 并非我司董事长纪建立 与其妻子林立之女 二人唯一交养长大的女儿 名为纪玉安 同时 我司劝导图二内的视频号 尽快删除视频 必要 我司将会采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维护权益 舆论再变 网友纷纷到官博下道歉 因祸得福 那段时间 公司的股票涨了不少 周诺一视后 我与父母坦白前世种种 二人文言 愤怒无比 也很支持我的报复计划 父亲当即退居幕后 找了职业经理人打理公司 带着母亲 一同去世界各地旅行 让我随意发挥 时 我手指 轻敲桌面 等 没等多久 我刻意让他人 透露的别墅地址 被周诺打听到 他兴致冲冲地 跑上门来 彼时的我 正在花园悠闲浇花 保姆阿姨 委婉地说 门口来了个疯子 是来找我的 要不要把他弄走 我放下喷壶 面无表情地说 让听风 听雨 把他带到地下一层吧 这两兄弟 是我当初去找 那名赌徒 是意外遇见的 他们父母 欠下巨额债务 无力偿还自杀 那些人就把两兄弟绑来 我动了恻隐之心 帮他们还钱 最重要的 是他们只听我的话 我丝毫不怀疑 哪怕我要他们 奇异帮我嘎人 他们也只会说一句 希望我帮忙 照顾好弟弟哥哥 我起身回衣帽间 挑选了件 足以耀眼的衣服 才慢悠悠 来到地下一层 房内没有他人 周诺被双手反绑 听到声音 他抬头死死瞪着我 他咬牙切齿道 凭什么 继欲安 你偷了我的爸爸妈妈 你把爸爸妈妈还给我 我走近 半蹲下 狠狠扇了他两巴掌 啪 啪 你敢打我 周诺满脸不可置信 我周眉甩了甩阴 用力过 蒙有些疼痛的手掌 心想 以后一定要听风 帮忙制定锻炼计划 没能得到回应 周诺极力遏止内心深处的恐惧 再度开口 说出的话都有些颤抖 要干什么 继欲安 我告诉你 这个时代 杀人是犯法的 你不想做了 就快放了我 望着面前 破罐子破摔的女人 我微微一笑 问道 为什么打你 你不知道吗 是谁因为爱上一个死老头 转移将自己交养 长大一家的资产 是谁在父母接死去后 还不知悔改 甚至不给父母买一座好的坟墓 我的目光越来越冷 仿佛能够洞穿人心 嘴上却还是笑着挪鱼道 是谁呢 让我仔细回想一下 是不是我面前 这个叫周诺的小老鼠呀 周诺浑身颤抖地摇头 不 不 我闻到一股浓烈的腥骚味 不禁泽了一声 真没意思 打电话叫听风听 雨来处理掉面前这人 我起身离去 我不会让周诺死的 前世敢这么对待 我的爸爸妈妈 我要他后悔无比 忏悔一生 我要他怀揣着重重遗憾 度过这肮脏 卑劣的一生 十一 家中破产 房产抵押 陈立国一家 带着刚回国的陈毅 住上廉价的出租屋 陈立国要陈毅拿出之前 因为出国给他的三百万资金 收到这个消息时 我不禁吃笑 早已习惯奢明生活的陈毅染上笃毒 他手里头 别说三百万 怕是一万都没有了 将儿子交扬长大的陈立国 第一次想打这个儿子 被张上捐拦下 在家中看到这信息的我有些遗憾 不禁感叹 真想看见他被揍啊 身后的廷云迅速上前 大小剑 你要打谁 我招招手 让他下去 虽说廷云也有个一米八八 但对上陈毅的体格 说不定会被他的体重创飞 又等了三天 陈毅果然找上我了 我并不意外 陈家父母 常年将捡到一个金娃娃的事 四处宣扬 陈毅是绝对知道的 咖啡厅 看着面前将两把椅子 连连坐断的油腻青年 我眸中闪过一丝厌恶 陈毅干脆直接站着说 姐 爸妈对你没有生恩 也有养恩吧 爸爸不小心赌输了钱 你赚点钱给我们花花 反正你也不缺这几百万的 我红唇微起 之前家中已经给了报酬 两千万外加一套价值 近三千五百万的房产 我自认已经不欠 你们家什么了 不过 我话锋一转 问道 你很缺钱 我记得你父母 还领养了个姐姐吧 陈毅迅速会议 肥腻的面旁 闪过一瞬喜色 连忙出了咖啡厅 听云在身后不解地问 大小姐 她缺钱 和她姐姐有什么关系 难道她姐姐是招财猫吗 我微微一笑 某种方式来说 确实是招财猫 听云还想再问 我已经起身 走了 我带你去吃日料 十二成一没让我失望 周诺神不知鬼不觉地 被卖到了荒山 就是钱是那五十岁老汉的家 可惜这点钱 根本不够 染上毒瘾的父子俩花的 钱很快花完 两人也不愿去外打工 陈家只有张尚娟 外出起早摸黑的一天 打三份工维持生活 父子俩还想要钱 可没有另外的养女卖了 他们将主意打到了我头上 某天 我刚走进商场车库 脖子上便抵上一把匕首 陈立国抵着我脖子 阴侧侧道 默默 拿点钱给爸爸花怎么样 爸爸要的也不多 三千 不 五千万 五千万 钱到账 爸爸就放你走怎么样 陈毅也从一旁跳出来 肥腻的脸笑眯眯凑近我 姐 姐姐拿点钱给弟弟花天金地义吧 你亲生父母家钱这么多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警察一把扣住 陈立国健壮 又将匕首深深抵到我的脖梗 我感到振振刺痛 滑到了 你们别过来 赶过来 我就杀了他 老子要钱没有 烂命一条 停车场暗处一道身影缓缓逼近 推后 都给老子推后 不然老子撕票 话还没说完 陈立国腰间被狠狠踹了一跤 跌倒在一旁 警察快步上前靠住他 没了智骨 我下意识 伸手摸了脖梗 妈的 忘记自己浴血了 闭眼前 我看到一道身影 快速抱住我 是听云 十三 在医院休养了半员 我之后 从听云口中 听到后续 两人分别被判处了 十年 及十三年刑期 张上娟听到这消息 晴天霹雳 一时想不开跳楼去了 还是在抵押的那套房跳的 陈毅同时尿解 被查出吸毒 警方在出租屋 发现了吸食毒品的痕迹 同时 警方缴获了 麦陈毅毒品 那人手上的所有毒品 判处死刑 两人进了监狱 还吵着要见我 我没去 周诺被麦进山里 过得很不好 下体撕裂 他多次尝试逃跑无果 被那老汉抓回来 每抓回来 一次就被打得体无完肤 人渐渐疯了 也不想着逃跑了 据那村里人说 周诺每天在村子里乱撞 嚷嚷着 我才是大小姐之类的话 至于我妈 仇人都得到了报应 我也跟着爸爸妈妈 一起外出环游世界了 就是身边 还跟着某个叫听云的根屁虫 看在某人小狼狗 长相小奶狗性格的份上 我就勉强带上它吧 为了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